01檔案,我是Mike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基斯維爾 這裡住了一對年長的夫婦 Ernest和Loretta 他們有一個60英畝的農場 過著休閒的退休生活 2010年7月25日 早上11點左右 70歲的Loretta參加完 星期日的禮拜從教堂回到家 發現家裡非常安靜 走進廚房 見到73歲的丈夫Ernest 躺在地上,全身是血 他馬上報警 警方趕來 Loretta在家門外守候 神情迷惘 警方來到廚房,Ernest的身上 中了五槍,屋裡有一個槍架 但是裡面的槍 不見了 地上有一堆鞋印,Loretta說 屋裡除了那些槍 其他東西都完好無缺 另外Ernest的一輛拖車 不見了 這輛車變色度很高 Ernest在車後面 裝了一個自製的油箱 用來幫他的農具入油 家裡除了Ernest和Loretta 還住了一對情侶 男朋友Chris 負責幫忙Ernest打理農場 女友Tina 就負責幫忙打理家頭世務 警方逐一和Loretta Chris和Tina進行文化 Loretta說 早上和平日的星期日一樣 去完教堂之後回家 我沒有想要開門 那就是我離開 年長的Loretta有老人之外 她並沒有什麼可疑 接著 警方順問Chris 你什麼時候醒來 我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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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據她的說法 警方也不認為她涉案 最後是管家Tina 她說早上她不在家 是司通玉宜 你去到Stanaw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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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她把收據交給警方 警方查證後確定 當時她確實是在Stanawaba 當時她確實是在Stanawaba 在Stanawaba 文化期間 Loretta的女兒Cady 由400英里外的聖安東尼奧 趕到基斯維爾 來到警局 Cady向警方抗議 Loretta有老人痴癌 為何還要順問她 警方由Cady這裏還了解到 Ernest也有老人痴癌 Ernest身邊的朋友都表示 Ernest的記性和身體都開始變差 試過當失路 不知道怎樣回家 由於Ernest的拖車改裝過 容易辨認 警方通過媒體發放消息 向公眾尋求這輛拖車的線索 第二天有人聯繫警方 說知道這輛車的下落 根據線索 這輛車在一個叫Eric的人那裡 調查Eric的背景 發現他曾經罪駕 盜竊 藏毒 根據他的地址 警方來到他家敲門 看到門外的是警察 Eric將門反鎖 不肯開門 警方立刻申請搜查令 破門任屋 逮捕Eric 而Ernest的拖車在不遠的地方也被找到 不過 家裡並沒有發現任何來自於案發現場的事 警局裡面 Eric表示他並不知情 誰是Mr.Lotro 你所說的 他是一個人 你把刀放了 我沒有撞到 我甚至知道Mr.Lotro Eric是一個汽車修理工 他說 星期日上午在車房上班 但警方調查後得知 他在星期五已經被解僱了 星期日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在 把他穿的那雙鞋拿去比對 發現和案發現場留下的鞋印完全吻合 而拖車裡面也找到很多Eric的指紋 由於有足夠的證據 警方拘留了Eric Eric這個時候並不知道 其實警方已經找過車房 他在拯救中心打電話給車房老闆 要求老闆配合他的不在場證據 剛好的是 Eric打給車房老闆的時候 車房老闆正在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 他在攝像機前 禁了外放 他們說我殺了人 你兒子是誰? 你兒子是好嗎? 是好嗎? 是好 Eric承認了人是他殺的 但是動機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在案之後 他拿著受害人的車走 那他是怎樣來的呢? 收害人的農場地處偏僻 不是說走幾分鐘的路就可以到 那是誰送他來的呢? 警方發現他在拯救中心 除了打給車房老闆 還打給了另外一個人 收害人的管家 Tina 警方馬上把Tina和Chris帶到警局 Chris說他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他提到 在Ernest被害的前一晚 Tina不在家裡睡覺 而是在一間汽車旅館過夜 警方馬上去汽車旅館查監控 發現Eric晚上也到了酒店 一開始 Tina否認和案件有關 但是當他發現 警方知道他和Eric都在酒店的時候 他說出了真相 我們看到Eric在你的酒店 在你的酒店 在星期夜 他在酒店做什麼? 睡覺嗎? 性格 你們有性格嗎? 嗯 他向Eric表示 如果他幫忙殺了Ernest 他就給他一千美金 Eric因為需要錢 答應了 第一 Tina開車送Eric 去Ernest行空 然後自己去Family Dollar買東西 證明他不在現場 但是 Tina為什麼要殺了Ernest呢? Ernest一家對他很好 有免費的地方住 人工又不低 這麼多年來相處都很融合 Tina和警方說 是Loretta指使他這樣做 之前Ernest買了一塊地 賺了40萬 開始他答應說 資助外孫女5萬讀大學 但是最後 只是給了兩千 Loretta很生氣 如果Ernest死了 他就可以拿到錢幫外孫女 所以 叫Tina幫他找殺手 但是 如果這件事辦不好 就把他和Chris一起開除 Loretta來問你 說 她想要Ernest死 對 她說那是唯一的地方 Loretta 曾告訴他 他 把他看起來 他可以拿槍 然後 Loretta 告訴我 告訴他 他 你別人知道這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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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 不太相信Tina的說法 Loretta有老年之外 難道她的病 是假裝出來的 為了驗證Tina所說 警方要他當面打給Loretta 由於殺手的一支美金還未給 警方叫Tina 以這個理由 跟Loretta對話 Loretta 他把你殺了 你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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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etta 再一次被帶到警局 他把所有東西 都推給Tina 但是他也表示 他知道這件事 警方準備起訴Eric Tina 和Loretta 一及謀殺 同時 警方也去醫院 以及找Loretta身邊的人 查證她的病情 特製她老人之外的症狀 在外孫女學肺事件之前 就已經出現 警方對這個七十幾歲 有老人之外的人 能夠設計殺人 依然存在懷疑 Ernest的遺產有120萬 由於Loretta被控謀殺 所以無法繼承 這個時候 Loretta的女兒 Cady出現 拿著一份 Ernest 在2010年7月1號 也就是 死前三個星期簽的遺族 遺族上寫到 如果Loretta 無法繼承遺產 就全部給了Cady 其實 Cady 不是Ernest 親生 Loretta 在15歲的時候 就已經生了Cady 不過 當年來 Cady和Loretta的關係 一直都不是很好 直到近兩年 才有所改善 Cady 從小讀書 很厲害 博士畢業之後 在大學教數學和化學 丈夫是一個醫師助理 他們有一個女兒 讀大學 Cady的生活 幸福美滿 Cady在50歲的時候 突然決定 領養一個小朋友 她放棄高薪的工作 做全職媽媽 同時 她也開始努力修補 與Loretta之間的關係 所以近幾年 母女關係變好 Cady住在聖安東尼奧 距離基斯維爾 400英里 無法經常見面 所以Cady每天都會 與Loretta通話 而Loretta 也很珍惜 修補好的這段關係 所以 一直都很聽Cady說 另外 Loretta和Ernest 在一起將近50年 但是 一直以來 他們都沒有住賊 也沒有子女 所以 如果沒有專門留遺囑 遺產 應該分給Ernest的兄妹 早在2010年4月 Ernest曾經病發 和隔壁屋發生嚴重爭執 被送到警局 警方將她送院檢查 證實Ernest的老人之外 越來越嚴重 當時 Cady還拿著一堆文件去醫院 要求Ernest簽授權書 並計劃將Ernest送去老人院 但是Ernest在親戚面前 拒絕了Cady Ernest的兄妹認為 Cady和Loretta的關係 本身就不好 更何況Ernest 所以遺囑非常可疑 Ernest和Loretta都有老人之外 那究竟Ernest在簽遺囑的時候 是不是清醒的呢 又或者 是不是 真的是她簽的呢 Ernest的兄妹告上法庭 要推翻遺囑 這件事引起警方關注 他們突然懷疑 有沒有一種可能 是Cady為了錢 利用老人之外的媽媽 控制她 去叫Tina 找殺手 殺了Ernest 警方立刻徹查遺囑 遺囑上有律師Penny的公證 警方找到Penny Penny表示 她親眼看著Ernest簽名 現場還有證人 接著 警方找到證人 證人表示 她不想說謊 其實這份文件 他們是在Ernest死後簽的 警方回去找Penny 一開始 她拒絕回答問題 不過她知道 這件事涉及刑事案件 考慮了一會之後 她開口 姓英 並沒有親眼看到Ernest簽名 是Cady求她幫忙 在路易斯安那州 沒有註冊結婚的話 不可以繼承對方的遺產 Cady說 她剛才年紀大了 而且有老人之外 一直以來 錢全部都在Ernest那裡 Ernest的身體狀況開始變差 如果她有什麼事 走了 Loretta就什麼都沒有了 而這份遺囑 可以保證Loretta有一個 無憂的晚年 Penny說 她為了幫Loretta 所以 就簽了 Penny同意和警方合作 她裝得很緊張地打電話給Cady 說擔心警方找上門 問Cady到時她應該怎樣回答 Loretta也在那裡 Ernest也在那裡 都在那裡 他們都在那裡 穿衣服 Ernest穿衣服 她是左手 她是左手 什麼事 如果我騙了 我會被困難 我不會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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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會去困難 我會去困難 我會寫全部 然後 你會記憶 然後你會記憶 它 去到Cady家 發現了很多Ernest的財務文件 也有不同版本Ernest簽字的授權書 還有很多張練習Ernest簽名的紙 警方相信 圍捉上的簽名是偽造的 雖然可以告他偽造文件罪 但是 在房子裡找不到任何和謀殺有關的證據 要怎樣才可以證明 Cady才是空案的主謀呢? 警方回去找Loretta 希望可以從她那裡問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但是 被拘留之後的Loretta病情急劇惡化 她的精神狀態根本就沒辦法出庭作證 Loretta被送去精神病院治療 警方再去問Tina 警方原本要求判罰Tina死刑 Tina願意出庭作證指證Cady 作為交換 警方將不會要求判Tina死刑 而是終身監禁 Tina表示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Cady引導Loretta犯案 Loretta一把年紀還有老人痴呆 連照顧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怎可能指使殺人呢? Cady威脅Tina說 如果不照她的意思做 就會叫Loretta趕她走 Cady也知道Tina經常偷Loretta的錢 銀包裡面還有Loretta的銀行卡 Cady說 只要把事情辦好 就不再追究 Cady說 Cady說她想找我找到一個人 去殺他 去確保他們的工作 去確保他的孩子 去確保他 2013年5月 庭上 Cady的辯護律師表示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直接證明 空案和Cady有關 Tina在開始被審問的時候說 沒有其他人和這個案件有關 但是 在知道自己將會被判死刑之後 改口說和Cady有關 辯護律師認為 她的證視不可信 另外 作案人Eric自己也承認 從來都沒見過Cady 也不知道有這個人 而Loretta承認謀殺親夫的過程當中 也沒有提過Cady 但是陪審團認為 動機明顯 Cady就是為了錢 連媽媽都不要 陪審團經過不夠兩個小時的審議 作出有罪判決 Cady最終一級謀殺 串謀謀殺 偽造文件等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不得假釋 Tina同過一個為了一千美金去殺人 最後錢都沒拿到的殺手Eric 一級謀殺 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不得假釋 而Loretta被判有罪 但是 由於身體狀況陷介 不需要在普通的監獄 她將會在 精神病院中老 而Loretta被判終身監禁 而Loretta被判終身監禁